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情人節後一日快樂 一貫發揮我們台的特色就是永無準時 觀眾會鼓掃 但我們永無得拖 就是呂王華請到梁議員 其實不是我請的 這次是呂王議員 這是我請的嗎 我聽到說你們有份 大家都有份 我不知道 這裡就是呂王請的 原來不知道 被人賣出來都不知道 他都相多大膽 我大膽有沒有拐帶他上來 看特別的 我剛才在口袋 兩個小姐站著 追上來 大頭說我們台一向都很大膽 白媒體什麼都說 還有我們的台什麼 一日一支麥 一日一支麥 所以我們白無感的 上一個麥方向胡官 所以今天順著訪問梁議員 不用怕坐遲一點 我不會咬你 沒有人坐 那些貓在桌面出現 不用怕 不用怕 好 好 阿楊請過梁議員 純粹一點 我問一些可能會較遠一點的東西 就是選舉後的東西 可能選舉相關的 阿楊可能會直接問 可以 我就問一些 不知道不圓 那些東西 反正現在是Live 所以觀眾有Message 那些Message這麼多 就是很受歡迎 其實我想說 上個星期的經驗 令我發現 其實處理問題 聽眾提問的事情 是很激烈的 因為受訪者在說話的時候 我又沒有理由 說得難聽一點 有粗口識齒 不理他 然後自己在玩電話 那我要給反應 我要聽著 我要用心思 我要專心 同時一堆Message 飆出來 然後呢 就被人拆了 為什麼不讀我這樣看 這樣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儘管留言 好嗎 我盡量看 但如果我漏了 不要漏 那呢 梁議員 你現在怎樣 我想問你 你現在的狀態 我都稱你為 准特首候選人 不是那個 梁振英發明的 被選 準備競選 是 被選 準備個被 被選 不是逃避個被 是 被選 預備個被 但是 你現在這個被選的狀況 就一類你說 你要拿夠這個 三萬幾個 即是一個%的選民 三萬八千 三萬七千 三萬七千 七百幾 我都不太清楚 一個%的選民 以一個公民提名的認識 是 沒錯 去參加這一場 不是那麼公平公正的 這個特首選舉 小圈子活動 是 喂 但是你今天的狀態 你以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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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狀態 其實 我去親每個節目 都是說這件事 我都有點悶 就是 我想說多些其他東西 那些狀態 不要緊 因為我不說 那些人又說 我 又說 雨天不祥 就是不敢回答 不要緊 那些狀態 那些狀態 其實這個有兩次的 法民主派的參加特首競選 一次就是阿傑哥 2007年一次就是阿仁哥 2012年 那2007年阿傑哥 就是說 有得選你才是老闆 就是說他希望 在跟曾蔭權的對壘那裡 那些人選他 那當然他都不會蠢到 就是說 在小院子裡面有人選他 他就是希望民望選他 就是 其實他那時候那個想法 我相信整個泛民都是 希望是 在回歸十周年的時候 表現到泛民是 有執政能力 這個是阿傑哥都不否認 就是說 如果給我做我做到的 是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有原因的 我又有問題了 最好就是請那些嘉賓 來這麼多話說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流暢的說 可以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 我可以打聽你 喏 傑哥那句 就是說 這個泛民是有執政能力的 這件事 其實是 我們節目裡面 經常都在那裡討論 這件事 就是泛民其實 是不是真的 這麼多年來 有構成這個影子政府 就是做這個角色呢 你覺得 我一向都否定 沒有過了解 是的 如果你做一個反對黨 那當然是 要顯示的執政能力 但是香港又怪 因為那個小燕子選舉 基本上都殺了你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 比較 就是說有得選的 就是說普選的 那當然反對黨 就是準備去 去贏選舉 就執政了 那香港沒有 所以其實 就是 法民主派的很短時間 很小聲音的聽眾 法民主派很短時間 大家記住 以前只有民主派 是到回歸2003年7月1日 五十萬人上街之後 就覺得民主派已經不夠用了 因為那時候 一些新的人加入了 在那個7月1日的運動上 升起了 其中一個最耀眼就是余弱媚 因為這個2004年 因為2004年 馬力 因為 不是不是馬力那個 那個 民進聯 程介南 嗯 因為被人告他 貪污 那他要辭職 被營 那所以 楊明為 就是 是一個無黨派的人 做了一個 好像共主那樣 在抗拒他的勝出 那 那江浦已經降闊了 叫做泛民主派 然後 講回原來 阿傑哥出的選 那時候就是2007年的3月 那 我們基本法規定 回歸之後的政制 就是規定到2007年 6月30日 是10月 所以那時候 大家都盼望 可能有真普選 所以我們喊價 就是喊 0708雙普選 就是在2004年競選的時候 那當然是沒有 即是沒有 正數 因為2007年 阿傑哥選的時候 已經是小圈子了 所以 0708雙普選是沒有的 那推而施其次 就希望 2012雙普選 那是正確的 那年 剛剛就是立法會和特首都在2012年 所以那時候 我大約 我猜 阿傑哥就是覺得 可能2012年有雙普選的時候 會贏 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的口號就是 有得選才是老闆 其實他是很著力去 在辯論 疑態 風度 各樣東西都要 就是 要壓倒阿曾的 OK 那是不是 我不知道 總之他輸了 所以那一屆是不會說 不會大罵小圈子選舉的 而是反而 就是真真正的跟他辯論的 就是各方面 這個我想是 阿傑哥自己寫的那篇長文 張堅廷也寫的那篇長文 已經是文獻 大家看看就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那時候覺得你這樣下去 就沒有意思 都不知道普選什麼時候 你好像 就是令到那些人覺得 這是真的 那我就說他 2012年 阿傑哥 其實是民主黨和公民黨 輪替而已 那麼2012年 阿傑哥去 那時候已經有了 2010年的 全民公決了 而實際上 民主黨也都是在 2010年的 變相公投那裡 離開了 變相公投 他覺得變相公投 他不會參加 那就跟 中聯辦達成了協議 所謂是 在喬曉陽 那個 在2007年的 聖誕節 差不多下來 我忘記了 那時候 就說了 認識了法 那時候 就政制第一次認識法 就是喬曉陽 下來說的 他是 代表人大常委讀那個 就說 2017年 可以舉行 這個特首選舉 如果舉行之後 2020年都可以舉行 立法會選舉 那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我們反對不到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 循序佔率是怎樣呢 那大家記得說 就是時間表路線圖 那共產黨給了一個時間表 就是2017年有了 那就變了路線圖 那所以2012年怎麼做呢 這個共產黨和民主黨就說 當是循序佔進 就加多五席 超級區議會 就叫做循序佔進 你們覺不覺得呢 那時候 何俊仁還反什麼小院子選舉 他自己都已經入了 跟別人談判了 但是你們覺不覺得 其實泛民呢 我先說一下 有很多人問我 那時候何俊仁 是拿著跟共產黨 協助議的2010年 協助議的 而在2012年 那個五席的超區 那裡 那跟別人握手了 還反對什麼 幸好唐英連同梁振英 一個就被人挖醜聞 一個就反唇雙溪 因為被人挖了之後 就罵他 爆他的內幕 又說什麼用催淚彈 那些東西 你騙人 那變成人哥就好像 去做一個評判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那些 老夫子那三件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那這也算了 我說他九尾湖 他不喜歡一件事 好了 到今屆 還進一步 就是說 我不會利用我的競爭力 我不跟你競爭 我現在做了一些倉 做了一些票倉 去發揮我們的 議價力 或者影響力 或者操控 這個進一步退 因為 十九年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民主派 說不如投對面 是沒有的 一說就被人罵 今屆說到 現在我被人罵 我說不要 是啊 你被人剷得好行 我說回去 大家不用怒氣 那出爾反爾 我是出爾反爾 因為 我初後覺得 他們兩個應該不去 你出爾反爾 是因為你覺得 情勢不同了 對 老實說 我今屆不是用競選 這個方法 來發聲了 你都不會叫我來這個台 如果就像以前說 反對小英子選舉 那你理我都傻了 你不會叫我上來說 但是我又這樣說 現在的人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主要不是在今天的我的打倒作 而我的那個問題上 現在整天都是這樣問 我現在已經浪費了十二分鐘了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不要這樣 你發表了十二分鐘的言論 不是浪費了 但是 這個人不明白 我知道 但這個我覺得是少的 這個執著的人也是少的 很簡單 對我人格謀殺 我們不介意你講多一點的 梁建議 沒有相關 你有過半小時 那些問題是 那些人前主要說 我每一次去一個節目 都要這樣說一次 說完之後 又是不明白 你可以說 或者不瘦 根本我不相信你 長毛利 是卑鄙 那就 不停 即是 我的邏輯是一樣的 我因應著 泛民金計的新策略 我又有一個新策略而已 其實 我也不是想我出來選 我知道我有這個 但是你這個策略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叫朱凱迪 或者余若薇出來選 我就叫了別人 因為我知道我只是解話也要有時間去解 是 因為形式邏輯的東西 所有人都看到 為何你作為同之分不同 因為選不到 你明不明白 那選不到不要緊 那泛民已經選不到 不只是泛民選不到 是泛民當中 以你這個最硬性的激進 民主派裡面 是更加難的 你回鄉正說了沒有 我問你 我進去 我進不進去都不知道 我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一個叫做 刺殺方案 陳峰方案 三萬七我才選到 拿不到 就拿不到 而且還要靠近戴耀廷那個網 可以嗎 因為他不承認我 是拿實體的 那如果戴耀廷 一不行 他的車輛不行 那我去哪裡 其實我真是最公道的人 那你如果戴耀廷那裏 是我拿了三萬七的 我就選 如果不是我不選 這個就是 亦都跟過去仁哥和傑哥不同的 就是他們兩個 一說去選就選 因為他覺得 有拿到選位的票 有民主派選位 是不是 那 是不同的 那大家覺得 這個不同是不重要的 那問題就是 傑哥和仁哥那次 他是不是已經得到了 泛民的共識 而今次其實你是代表泛民的一部分 而不是整體泛民的 我都沒有共識的 其他有些人 如果我算是泛民 我都沒有共識的 我都會叫他們沒有選 是不是 那他們兩個黨 已經有足夠的實力 其實最主要就是 兩個黨有足夠的實力 在那個選位裏面 拿到足夠的提名票 那他為什麼問你呢 很簡單 你說回超區 公民黨和民主黨是兩回事 公民黨要借票 要借區議員來提票 才能把陳婉芯出來 民主黨為什麼要問你呢 根本那個超區 就是送給民主黨 在泛民裡面 只有他們才會有 三十個區議員 足夠有兩個人出來競選 其他你要向別人借 是不是 梁耀忠和陳婉芯也向別人借 出現了一個就是鬥早去 因為不知道那些提名 就是有沒有雙重 是不是 這個冤有頭債有主 他們去就是因為已經在選委裡面有 以前就是百多個 現在是民主三百家 就是大肆惹了 其實我可以找兩個都可以 我在裡面可能做到王 這是因為今屆他們用了新的策略 其實這個倉一早做 因為說到很大聲就是ABC Anything but CY OK Anything but Carry 是根據不同的理由 有些就說831 有些就說什麼 總而言之大家的平台就是 沒有梁耀忠就可以了 剛剛梁耀忠已經被人弄走了 Kerry Lam 被退選 因為中聯辦找他出來頂檔 他一定要跟中聯辦 口水尾說 我是2.0 要不是誰找他 中聯辦找他出來頂檔 中聯辦找他出來就是 有個潛台詞就是 路線沒有錯 人錯 所以就換梁振英同志都是不行的 不如林鄭月娥同志上來 如果林鄭不撿口水尾 支持梁振英是不行的 因為他出都出不了 他在西環那裡哪有人脈 什麼都沒有 他做了出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2.0 當然他可能也是2.0 因為他接受西環的祝福 他必須做2.0 但他自己說誰需要西環 誰需要中聯辦 他現在想割 為什麼呢 他覺得他這件事做 是特首四大條件裏面 有一個輸出的 民望 就是民望 是不是 民望和管治能力 是一個銀幣的兩面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民望 你怎麼管治 但是過去五年是證明 沒有民望 都可以繼續管治 只不過 管治不到 只不過不讓你繼續沉舊連任 管治不到 只是爆炸了 管治不到 但是這樣 就是 習近平就是要回復回 在董建華 初期那兩三年 阿興姐經常說的七黨一派 什麼事先談了 以前有所謂七黨一派 就是阿興經常說的 不要搞那麼多撕裂 我們以前七黨一派 就好了 談了才拿來 拿來就能夠通過 從四四到六測定它 現在董建華那樣東西沒有了 習近平就想做回這個局面 就是說 你怎樣反也好 你在控制範圍裡面 我畫個圈給你反 是的 現在香港地產黨和北邊下來的共產地產黨鬥 都要在一個平台下有人控制住 因為你看看北京 這個共產地產黨和香港地產黨鬥 就是梁振英和唐英鬥 是不是 這樣擺不平 現在他們撕裂了 其實梁振英當日說的深層次矛盾 是過了我也懂的 深層次矛盾就是 喂 大陸發到狠狠聲 因為梁寬 如果大陸沒有梁寬 就開門給他也沒有錢進來 因為梁寬不斷印人民幣 我們就夾在中間 我們就要超低的匯率 去給人民幣進來 那美國人又印 但是美國人拿來洗 大陸拿來洗 就買了我的東西 這個梁振英是超級完成任務的 是不是 大家 好了 現在John振英會做什麼 我看不到John振英是夠膽 不做梁振英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想說 大家現在被憤怒的原因 一個就是剛才解釋了 就是今天的我 大陸創立的我 這個就是你剛才很詳細地回答 第二個原因就是 客觀因素來說 客觀去分析 你是不可能能夠成為下一屆特首 但是你的出現 就是分散了 阿呂王 我先剪刀你 我剪刀你 那些票 是多餘的 我拿不到37,000 這個Kamagashi 已經掛掉了 都沒有第二個回合 現在最喜歡的是這樣 現在的人還在罵 如果沒有了 那我怎麼解釋票呢 連37,000也沒有 我自己說不好意思 即是沒有公民授權 你又不動手 還要解釋什麼票 如果有人給我37,000 那你怎麼說我解釋票 第一 你真的不要妨礙他 不是說不清楚 又說我 那些人是這樣的 第二 就算我拿到37,000 都要那些選委給我 因為那個遊戲規則是怎樣 過了公民提名之後 就由戴耀廷把那波 踢了給鄭月石那些人 就帶我去見一些選委 好像初歸媳婦那樣 給我家婆 還要倒盆水給他 洗腳 安人 那我當然不會做 你喜歡給就給 不給就不給 如果他們一票都不給我 我感覺罷了 不是他感覺罷了 好了 就算他說我可憐你阿摩 給你出去 一票不給我 我都變成明垂千古 零票候選人 他有三道事 我一道我自己制約我自己 兩道他制約我 那為什麼他選票呢 那些公民選票就是說 但是現在的人就怕 你居然 你拿到37,000多票 還要有選委 猛了 給你一票 150票 選委要對他自己的投票行為負責 你有沒有聽過 你聽過 這個 共和黨 那些人 怨民主黨 那些 那些 你投這麼多票 我就輸了 你真的搞錯 你負責 沒有的嘛 一個政客也好 一個政治家也好 一個運運也好 他出來競選 只不過是給選民去教訓 如果你選民出去教訓 他就零票 如果我出來 果然有些人投給我 我戒了誰人的票 我說戒票就是 假設那326票 一早已經是莊珍的 老實說 戒票又說不對 我跟莊珍是不同的 他是建制派來的 我是民主派來的 只不過是同質的人才會戒票 你不會說 我去戒葉劉的票 是不是 對不起 喂 現在就有假設了 就是 三百二數票 應該全投莊珍 你出來 萬一有個傻子 你又戒掉票 那關我什麼事 其實那些票 不是莊珍的 在未投資前 還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特朗普一早已經輸了 因為一早做民調的時候 他是沒有的 現在的人 的數字就是這樣計 就說325還是326 還是327 其實就舊派給莊珍和胡國慶 他已經做了決議 他已經做了決議 在港大 那我怎麼會戒掉 我怎麼會戒掉 莊珍的票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莊珍一定會選 你就罵胡國慶 因為胡國慶出來才會戒掉票 因為他能夠入閘 那些老根都不清醒 他以向就是配給胡國慶和津珍 這個已經說了 是 那為什麼呢 所以梁議員是沒有說錯的 沒有地方選 不過我心裡有鬼 覺得我出來 怕解釋不了 那你解釋不了 我都說了 我現在在道德低地了 我在道德泥潭 他們在道德高地 因為道德 中國人 將道德捧到天那麼高 道德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根據你的 這個價值 這個終極取向 或者價值觀念 而形成的行事規範 和秩序而已 那現在最新的道德規範 就是莊珍一定要贏 那我就在道德泥潭 被人罵 現在我還有什麼道德高地 你一向都不是 眾人 眾人可以找石掟 現在就在掟我 那我覺得 你說我用道德高地 是你自己心裡有鬼 那道德已經變了 在法民的主流 而且經過他們推動之後 民眾都覺得道德就是 莊珍救世 這個長毛運勢 長毛出來搞了莊珍不可以救世 那道德轉了 我沒有怨 因為我覺得我的道德 我的私德 本來是公德來的 現在變成私德了 因為人們走了 就是雨傘民動精神 那公德變成私德 我保佑我的私德行不行 對大家有什麼傷害 是嗎 講道德 也是短暖說的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這樣問你 如果現在 那些集資很好 讓我慢慢說 當然 我們很好 廣場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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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賣花盞花香園 如果現在泛民的選委裡面 建制的都不用說了 他們 either投莊珍或者投胡國慶 那大家現在都覺得要投莊珍 因為莊珍是唯一一個 那我什麼事 我已經是out of question 聽我說 唯一一個能夠跟葉劉抗衡的人 唯一一個能夠跟葉劉抗衡的人 不是葉劉 林鄭 你說多少都說不明白 你是不是入大了 不是我明白 我代別人問 大哥 那我入閘都入不了 那現在大家就去罵胡國慶戒票 但是胡國慶不會戒票 為什麼不戒票 唯一怎麼會是 第一個選委 這件事搞清楚 阿長毛說的路線 理論是對的 因為其實胡國慶和胡蘇仔 歸以類為 都是屬於pro establishment 建制那邊 一個是less evil 一個是no evil 雖然胡官上次說得很清楚 梁議員不知道有沒有聽 上次胡官也說得很清楚 他也是贊成這個23年立法 但是他只不過是多了幾個前提條件 第一 你就要那個政改要重啟 第二 831未必一定會受 要等中央發辦 然後22條也要立法 多了幾個條件 這是真的 第二條是好的 因為不讓中聯辦乾淨 這也是他提出的 我問一下 我怎麼會戒到他的票 他現在提名一票都不給我 那我怎麼繼續戒票 所以如果過提名期之下 如果莊珍要必勝 就應該踢走胡國慶 一票都不給胡國慶 一票都不給胡國慶 同質就可以戒票 但策略上 他們現在有些意見 不只是戒不戒票的問題 而是說你出來 搞亂了 搞亂你是 即是矛頭指向莊僧 就多過指向林鄭 林鄭說什麼 我罵到驗了 現在唯一香港一個人 就是去示威向林鄭 而被星島日報索償 不知道幾百萬 而且我判了七日監 但是2015年的時候 我是反林鄭的急先鋒 到最後也是 我拿馬兆長本的東西的時候 林鄭說要追究 我也罵她 林鄭就算是 這個所謂 雇工博物館 我們抬著十架炭克走去 她剛剛那個展賽 那個諮詢館 我們衝擊的 是出奇 或者再這樣 我要驅散你 喂 你屈我 也要找些事實 是不是 我問現在大家 有誰去向林鄭示威 而要判七日監 你呢 那我怎麼會幫林鄭呢 因為泛民主派說要把票賭給莊僧 如果賭給林鄭的話 我一樣會罵 我覺得很簡單 你不能夠把你的政策 給了別人 而變成支撐 軍事支撐 以我操錢的政治學認識 我沒有聽過一個反對黨派的存在 尤其是在威權政治底下 是用來去制衡其他威權黨的其中一役 我是沒有聽過 在民進黨時代都不會的 他會投注國民黨哪一役 文進黨是說 農村包圍城市 那本書我還在 叫執政之路 我們拿了院士的 我看他怎麼搞 人家是這樣 怎麼會說 不如選李登輝 他一樣跟李登輝競爭 你可以說當年許信良 是跟他假氣真做 你自己去找 民進黨就是不會那麼蠢 捧李登輝才會在二千年贏 一九九六年 那個偉大的李登輝死了 許信良都是慘敗的 阿扁也是三成幾選票 就是國民黨自己拘捕軍情 連戰以為自己排第一 死都不肯放票給宋楚瑜 一開出來 是阿扁第一 宋楚瑜第二 連戰第三 如果用這個理論 民進黨真是蠢 竟然會不捧李登輝 捧李登輝做多四年就好了 我是未聽過有個政治學 你說有 兩黨聯盟都有 國共就是 國共為了打軍閥聯盟 後來拆火 要清共 因為國民黨覺得共產黨過火了 鬥地主 鬥那些商人 好了 我殺了他 殺了十年之後 又國共合作 因為西安事變 老長一起合作抗日 這次共產黨沒那麼蠢 不會加入國民黨 自己分開的 軍隊分開的 我一支叫做 八路軍 一支叫做新四軍 你不要搞我 我有民主解放區的 我抗日就是在我基地的抗 我還要將基地越來越抗大 但是 他不會說 我加入國民黨來抗日 不會的 你現在這樣做 雖然你沒有 因為政府不用黨 他也不准准組黨 特首不准組黨 不准是政黨的成員 所以不存在兩黨合併 但是你將法國民黨給了別人 還要叫你的擁躉 去信這個真的東西 如果你是假的 那你才騙了你的擁躉 你說要起圍 起到就是 好像民意所趨 來解釋 為何要捧莊珍 現在的民意 是民主三百家有份做出來的 又在那邊吹 是不是 他不是站在一旁 而民眾自發出來 其中一個分析 就是說 為何會說風險高 即捧莊珍 就是 阿倫有提過 這次假氣真做 你變成民意授權 建政派出來 你是聽民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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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給莊珍 你做到要這樣 好像是 撫摔民情 才投票給莊珍 現在根本整個形勢就是這樣 即是你不投給莊珍 你就是罪人 因為其他任何人 我們都被罵不少 那個觀眾都明白 我被人剷到上通過版 但即是說 你不投給莊珍 你是千古罪人 因為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有力 能夠力敵這個林鄭 似乎是只有這兩個思想 這是多餘的 第一 1.0被我們打敗了 2.0兇惡有限 如果共產黨是認為梁振英路線正確 叫梁振英做 即是他已經退了一步 那2.0當然是削弱版 可能林鄭的身體很壞 我不知道 我不是 她肚子裡面那條床 但你看到個小 現在問題在於什麼 第二 你是否想告訴我 共產黨習近平 不是西環 連找650票也不夠 也不可以 那是什麼政府 是14億人 將周永康搜到拿來 將博喜來搜到拿來 徐才厚搜到拿來 蕭建華搜到拿來 的人 你想告訴我 共產黨失控 革命 那已經革命了 因為如果你 即是革命 民主300加326票 加上地產黨 加上其他 過了600格銀利 那就革命了 他不委任 你是不是想這樣 就 現在正在傳說 林鄭那邊 企圖拿到600票 提名入閘 沒有意思 以前老董事 那一次是因為制度問題 只有800個人 他拿了726個提名 那哪個夠提名 現在你不可以拿到 1200 難道你拿了 一千多個提名 令人不夠150 沒有可能 分析事物 是要 具體的 當年老董第二屆 他要令到 沒有人跟他匹敵 他拿到726 我忘記了 過了700 其他人沒有了100 就選不到 現在不會存在的 你臨人拿了900 有一個人拿了150 又去捐的時候 只要投暗票你也能死 大家麻煩想想 我都沒有看過書 我都在腦袋上 我真是最關心的 如數加珍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一般普羅大眾 為什麼對這件事的理解 會這麼被扭曲 因為那些不知的人不說 因為你一一九四 你真的除了150 其實可以除了七個 為什麼 她的意思是 她的說法是 林鄭藉著西環 衝了一閘 有400票 會震懾其他選舉 只要習皇帝出聲 即是強勢出手 立即不見 習皇帝打個黑癡 他們當然要感冒 我舉個例子 2010年起鬧 曾蔭權和余若薇辯論 我們那時候已經 五居公投 變相公投舉行了 17.5 有人試我們搞得不成功 然後再辯論 辯論完禮拜四 禮拜四辯論 禮拜六就起鬧大動員 周庸那時候就掘起她 就是她搞這些事情 有大約六七萬人 在維多利亞公園走到去 然後她去吃東西 那就說起鬧成功了 十幾萬人 好了 禮拜六走完 禮拜一 說原來胡錦濤拍了板 全部 就自己找理由 有些接受不了哭 我記得有些人哭 建制派真的覺得很受委屈 我為黨這麼忠誠 反正民主黨可以走進去 那麼葉劉也哭 受委屈就當然了 你試過這樣的事情 你還相信? 上次都扔完 扔掉 共產黨 蓋自己 是叫你蓋自己 你了解精神錯了 是不是? 很簡單 為什麼習近平現在不出聲 習近平是皇帝來的 他不會開箱底牌給你看 被張德光搞的 搞到他 如果搞到他亂了 他連國內的威信都沒有 他現在就問你張德光你想怎樣 一定是這樣 你想怎樣 因為八三一都是一樣的 從來不上身 因為張德光是在管香港的 但是張德光都要向波士負責 他分管而已 是不是? 我去廁所 說到你急了這麼厲害 情急也不用這樣 本台特色之義 除了貓之外 女王都是不守規矩的 自出自入 那些貓都沒有進鏡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整件事 你講道理 那我怎麼戒票 那我怎麼戒票 其實就不是只戒不戒票 他覺得我搞到泛民撕裂 那關我什麼事? 又有一個所謂民意說更好笑 他說現在長毛你是主張民主 民意大多數你不跟 根本就曲解民主 第一 民意可以轉的 我現在繼續說 可能民意會轉 此其一也 第二 民意最後的量化是什麼? 選舉 我算是選舉了一個政府 有一個多數的政府 多數的政府 可不可以叫少數的人 輸了的少數派 閉嘴 現在我有民意 你還說什麼? 這次的選委 我先說一說 民主的說法是什麼? 贏了的就是執政 但是 輸了可以繼續做確認和平衡 所以現在都沒有選舉 我已經被命令收聲了 小早派一定要收聲 這邊是民主 我想很多人 就不是 好像你想得 這麼理念 很簡單 就是一個策略的問題 就是 現在我們要選一個 唯一的希望 就是講的是 Less Evil 但是 Less Evil 不是Less Evil Less Evil Less Evil 我們這句 Less Ev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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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Quality Less 就是Quality Quality 分得很仔細 分得很仔細 好像長毛的理念 那麼清晰 不是人人 直覺 不要緊 我會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就覺得 這個時候 就凝聚多些民意去撐 很簡單 講回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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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的民意一面倒 你不要阻人發達 你搞阻震 長毛 大班 大教 風瓶 有示威 成幾千人 阻人發達 我跟他對峙 所謂 我叫他 簽名叫他 要求徹查 領會上市的來浪去脈 要政府把文件拿出來 接著我聽到 簽名 他更生氣 又說 魚蝦蟹 全部的海鮮都出來了 又正又燉 什麼都有 接著衝過來打我 那些警察 保護不了我 只有幾個警察 他說 梁議員 我拘捕你了 你拘捕我什麼 擾亂公眾帖嘴 就拘捕我 就拘捕我 大家不用再拘捕 喂 那怎麼辦 如果那時候 我又要閉嘴 那時候 一定要閉嘴 比現在還超過激 是不是 師傅打電話去 喂 你累到我沒了錢 我問他 為什麼沒了錢 我有兩手 我說 你為什麼 你買了兩手 他說 我問銀行借錢買了兩手 很多人都不明白 你說銀行借錢給你用 是你拿了股票之後 才借錢給你過戶 七天之後就要開始還 不是就要起息 有人會說 我借了二百多萬 你到我現在買不到 我發不到 好像說了 我虧了二百多萬 銀行是不會過戶給你的 如果不拿著領會的股票 當日都是亂來的 你怎麼拘捕呢 他借了二百萬 但你以為人家覺得你有塵樓握手 給二百多萬 就是說 你先中了簽 騷了你有領會股票 我就給你過帳去買領會股票 而你的領會股票是抵押來的 七天之內不還錢 就還給我那些股票 那你就是賺了那七天差價而已 是不是 你那二百萬一定要還 你沒有錢 是空心老官 那麼 賺來賺來不是那幾千元 最多 幾千元殺你 你不要鬥 他都可以 真的開玩笑 那他會虧的嘛 大哥 那隻貓就剛經過了 這個 這個 講開就講 亦都是欺騙群眾 當日 我們說九一 那他就好 九一我給市場買九 我們三十一 那他低價批出來 你賺了就走人 他就買了你的 他就收回股票了 過了幾個月 那些股票就放回領匯那裡 你那些股票收回了一點 你那些股票收回了一點 你已經給了錢去 但是他就拿你命 因為他又是加租 那時候贏了幾千元 現在都可能輸回了給他 那一刻的利益和以後的虧是兩回事 我舉回領匯的例 都有人叫我收聲 在網上都是一面倒的 打去港台商台 都是罵的 是不是 差不多殺了我 都是說你民意就是這樣 你要收聲 所以他走出去 我覺得民主不是叫少數派收聲 而是保障少數派發言的權利 令到少數派可以做那個制衡的工作 是不是 OK 我要問問題了 我回來了 我存在了 我要問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會認為 莊曾或胡國興是可以票投的日傳 說了 再說 這個莊曾的一句名言是什麼 I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 I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 I always agree with CY before and then I will always agree with communist Yes the communist party 是他老闆 是他老闆 很簡單 講得明白 人家說了 那個訊息是非常清楚 你覺得他是會頂的 有些人就說 趙紫陽當年也是這樣 我覺得 我對趙紫陽 以前有什麼好感 現在也有好感 因為人家趙紫陽 是在屠殺之前說明不同意的 因而 由一個座上下變了街下囚 憂囚了十幾年 不見天日 到死的時候 都不肯認錯 你真真有嗎 用這個莊曾 來給趙紫陽 這個就是楊繼昌說的 喂 我說不是吧 喂 但是 喂 說到哪裡 喂 胡耀邦 又是因為不肯鎮壓學生運動 就給鄧小平廢 就找趙紫陽 趙紫陽當時就出賣他 就說我做吧 好了 到趙紫陽三年之後又是這樣 那莊曾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但是我問一個更加 十秒之外就收聲 張真如果 張真如果 張真如果今次下馬 會不會變成法民 就是說 我認識到小原子選舉的醜陋 我現在轉正 我現在 反正都沒什麼做了 我出來領導 民主運動會不會呢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他是一個公務員 當然會做阿頭行的阿頭 或者金管局 是 你們都在做春秋大夢 是不是 我問一下 如果John真說 我輸了 不要緊 十秒 我繼續搞 我為了香港人 繼續搞 情人節有東西送 喂喂喂 多個問題 我忘記了那個問題 阿養 那我講 他不會 那 那 香港人應該怎麼自處呢 莊曾 不支持就行了 是吧 CY2.0更多就行了 香港人要休息一下 我明白的 但你不用靠線去休息 在家裡休息就行了 要不要走一個窄鬥的頭 很簡單 頭是沒有問題 要不要關閉線 是不是 要休息一下嗎 我現在都問了 心入苦悅 有些人把John真哥盡道 和李登輝比 和柯爾巴喬夫比 你不要侮辱別人 柯爾巴喬夫是做一做 做到自己 無觀一身輕 你說鎮壓學生那一刻 你不明白 John真哥當年 據聞他是同情了 占命運動 同情了學生 那他不就是 重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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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用重新了 重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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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香港人看到 我是一個思想 因為我不同意特首的部署 我走 是不是 林鄭 林鄭 不知道有沒有流眼淚 不想知道 不要說 葉劉好像流眼淚 我不記得了 哭了 因為林鄭出選 她沒有機 不是啊 當日放完 出雷彈 是嗎 她有一個官員在 眼濕濕的 喂 有誰敢明示 就不敢 暗示 燒娃是不對的 有沒有機風 有沒有 辯 夠不夠 辯 可不可以引 那些 屍詞 兜過圈來 罵她 是不是 對嗎 因為 如果總共同意 跟她的老闆 那老闆放出雷彈 她都要同意 因為她是她的老闆 對嗎 別人的外國政客 不是這樣的 因為外國政客 真的我離開了黨之後 我可能會做你世界的 這就是小丸子選舉的卑鄙 人都沒有個性 外國為什麼有些政客 這麼夠僵 就說我不同意你 我決定 因為她知道 你壞了 我在黨內又會做領袖 我就做了下屆的總統總理 現在我這個制度 是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你要一煲清袋 是不是 我覺得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說去哪裡 如果Johnson真的是這樣的 我就問 如果這次他真的輸了 他會不會和大家 和金虎共患難 既然這樣選 我這麼大的民望都選不到 這個制度真是萬惡 831真是不行的 我現在決定 轉會 不用收轉會費 會不會 他是領袖 他是領袖 是不是 大家考慮 說清楚 舉個例子 隱遇不倫 李登輝 沃爾巴喬夫 那些全部人真的做了 趙紫陽可能都是壞人 那人家用了十幾年的江陰 就說了 我最後不是 不要侮辱別人 問一些長遠一點的事情 各位觀眾 看著中資有什麼事 其實呢 除了這次熱鬥的競選之外 其實上次和呂宏提過 看長遠一點 反正都是小圈子的選舉 你作為議員 你怎麼看選舉之後 那個反對派的定位 將來議會抗爭又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很簡單 如果莊珍贏 就有泛民的授權 整個群眾運動 最低沉很久 如果林鄭贏 現在催要莊珍的人 就麻煩了 因為莊珍不出來領導 不會因為在小英子格鬥輸了 出來做一個opposition leader 他會決定走 現在捧他們的人 就要跟林鄭鬥 但現在他發明了一個新的反法 長毛出來戒票 無論戒不戒得到 長毛要負責 就要我去頂 我先走了 因為我沒有 大哥 我要莊珍 你真是好事 所以說你真是蠢 選什麼 他不明白 你說了說話要跟尾 如果你不斷炒莊珍 莊珍輸了 莊珍走了 你就要領導群眾反對林鄭 你又要出去反對林鄭 你不可以說 莊珍是不可能發揮反對黨的角色 不可能 當然不會 那反對派怎麼自處才會將來 如果你勇莊珍失敗 你就要更勇敢反對林鄭 收復失地 有沒有這樣的勇氣 我不知道 我們就不用擔心 因為你四十年走來都是這樣 我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我現在是在看 我的心態很差 我自己承認 我正在等待那群人 很努力地支持那群人 支持那群人 支持那群人 那群人 即是薯粉 薯粉 那群人都在我身上 不要緊 如果真是萬一選不到 這群人如何自處 你明白嗎 這群人真是好看 看那群嘴臉 即是那群人說 雜握手 然後她是真命天子 眾望所歸 我也認為這樣 是 但如果 並不是這樣的時候 那就糟了 剛才摩哥說的 就是 她不過來統領大眾 她的存在亦都突顯不到 她以身事化去告訴你 八三人是多麼荒謬 那怎麼辦 那群人就自己白撐 撐到最後就撤腹了 那你撐到最後 那又由高峰撤下去 他們不會撤腹的 我知道 她不是由高峰撤下去 因為她曾經試過戒票 即使戒不到她要負責 因為你第一下出了之後 因為一顆 即是那個所謂的蝴蝶原理 已經改變了整個宇宙了 你一個錯誤的舉動 那長毛自己去自殺 要不就去頂 沙盆推演就是 他們要保住自己的光雲 實射給了梁議員 明白嗎 長遠明說 短線一定是入行數 現在我再問 我說了三件事 我怎樣戒呢 你教我 我想戒呢 我現在懸紅一百萬 你教我怎樣戒呢 就算我是黑心的人 我教你第一 拿到三萬七千多張公民提名 第二 找到八五個選委支持你 那便會戒呢 他分了兩個 已經說了 他已經說明不會給我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無論你拿十萬個提名都不給 不要說拿三萬 那我怎樣戒呢 第一 我那個 那一杯酒喝了 已經死了 自殺 刺毒油 那我還戒什麼 第二階段 應該 開始罵胡國興 給你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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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自己去上訴 上訴 胡國興聽了我一會兒 我在說 這個小英子不義 我在公民抗命 是不應該有罪的 有罪都不應該判坐牢的 那他就說 梁先生 我都聽到你這麼久了 我都知道你說什麼了 我很感受到無關 你公日寫的感覺 那他叫我不要說 那你以為我做了什麼動作 中指 不是 扔鞋 我說法官先生 我現在把我下一句寫了一張紙 你猜一下 你猜到我馬上不說 他有風道 那你繼續說 說說說一會兒 到最後他就說真的不行了 你還給了紙 他說梁先生 法庭很寶貴的時間 有什麼要喝茶再說 他給我的印象都算開明 沒有開我 他又開明了 然後他又讓你說話 那你為什麼叫他收皮呢 今次 我不相信他 為什麼不相信 這個重點 因為他本身是個法官 他那些政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是現在說的 他是不是玩政治的 他是不准說政治 是 是 要中立的 現在他說的話 我不是他肚裡回叢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奸命的人 但很明顯是急就張 我覺得他整個策略就是他衝出來 去攻擊梁振英 我會查DHL 這個DQ不行 什麼DHL UGL 你喝大廠 UGL 我去查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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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他始終他的問題 有幾大件事 他講不清楚 第一個就是 831和普選那裡 他打死了 他最初的說法就是 先有普選才立23條 那就要搞好久 因為他說 831的框搞不動 就將 提名委員會裡面的 即是選提名委員的民意基礎 就是加大 加大幾次 就接近普選 這樣也不是普選 好了 我們收不收貨 第一 他這個所謂普選方案 第二 他要收了貨 走過假普選之後 才立23條 那就拿到一個 規定了 這是大家選出來的特首 你喝多一口口渴 我解話 然後 喝吧 怎麼真的喝 所以胡官 我沒有機會說 只是說笑 完全理解當日胡官審理的時候 為什麼叫他 胡官有些事情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最清楚是我 當然我明白 我第一 有一個 所謂出以反意的問題 人格有問題 人覺得搞不下去 我明白 因為他一比說我沒有人格 因為我抽水 我不是 第二 就是覺得我不是做特首的材料 那他們才是 你們是節古華拉來的 不是 要帶領群眾打上山 不是 其實就是說 都是回到那種中產階級的優越感 你長毛這樣的人 對不起長毛 中產階級對你很反感 中產階級的優越感 他覺得我們這些基層的人 不是人來的 很簡單 那我就說了 他不是覺得你 他覺得你保亂 你聽我說 你借一個月的權力給我 讓我做了最低公司 做了標準公司 做了標準公司 做了保障 做了保障 那我就不浪費了 讓別人 讓別人 踢走 我對著中產階級 我對著中產階級 他最大的問題是 最大的問題是 中共可能已經打了招呼 你不要被 這個長毛怪出來 否則我又用確認書很麻煩 還有一個憲政危機 是不是 否則林鄭怎麼出來選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問你 你又讓我們繼續說 Johnson的部分我明白 我要你逐個逐個評論一下 胡官就說你不信得過他 他831那裡 他就說他拿了一個新的 三份二個立法會通過的一個方案 就上乘中央 哎呀請你批 那就是他現在跟泛民說 要退 叫泛民退一點 很簡單 就是說他會大致上 如果用他的說法就是 有一個時間表 和路線圖 怎樣去改良那個推選委員會 譬如現在那個推選委員會 百二人 現在可能很少人選的 那千二人 很少人選出來 百二萬 那你就一直加 加得來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一百萬 他為什麼都是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公民提名 是不是 因為我看回這個說法 似乎 就是文章講一下 就說公民提名這件事 是不合機編法的 他解不了一件事的 就是 畢竟你無論怎樣擴大 都是千二人裏面 有六百人 這個不合乎 這件事我又覺得 好像有些 可能是漏了少少東西 沒有說 就是我聽到的版本 因為上一集我有份訪問他 就是由這個千二人的提委會 由二十五萬人選出來 那你也要過一半 那你也要過一半 但是他就說 要重新一個方案 三分之二通關 八三一就是 要一百二十人裏面 有六百人 六百零一人同意 還有二至三個人 是 說了的 除非是改二至三個人 否則有什麼意思 又不是這樣 你覺得八三一 能不能改嗎 如果現在我們這樣的死樣 當然不能改 如果中國不能變 當然不能改 我覺得你不是想改 你想推翻 那你是不合乎 普選的原則 我覺得你的性格 其實是說什麼 中共不收貨 在2014年 戴耀廷搞公民投票 他是叫國際學者 做了一個中間方案 包括沒有公民提名 放在那裡給大家選 其實那個時候 戴耀廷已經簽了一個 就是一個妥協書 就是 你中共每晚選到一個 我都承認你符合國際標準 就收貨了 包括沒有公民提名 那個 是的 但是都不收 中共只要 那12個不要 就要831 明白嗎 因為你提不到 戴耀廷給我們選的那12個 不是全部都有公民提名 沒錯 當初有很多是沒有公民提名 當時 泛民主派分兩派 民主黨他們說 有競爭性可以了 有沒有公民提名 是不要緊的 什麼叫有競爭性 但是我想問你 如果由25萬人 擴大到100萬 100萬變成300多萬合資格選民 算不算OK 那你也不可能 要那裡的選委 裡面超過一半 如果這件事沒有了 你覺得是否能接受到 那就是沒有了831 對呀 所以問題就是 你長目覺得 831是否不能改的 不可撼動 諸如此類 他可以改的 他改到香港是對的 是的 現在四大候選人裡面 你覺得誰提出 現在有幾樣東西不改的 就是說 提名委員會 無論多少人選出來 提名委員會裡面 半數才可以提一個人 不是這樣 他說推翻831 他說不跟831 他不是說推翻 他是尋求中央修改831 有些人說831 完全不能改 差不多這次唯一 是胡官提出 會爭取中央改這件事 那問題就是 有些人打死說831 不會改 包括梁愛思 善律政司司長 那問題就是 人大常委可以改人大常委的事 Exactly 人大可以改人大常委的事 這就提醒大家 因為梁議員 你看他自古華拉錶 你知道什麼 都是共產主義的 很深 共產主義其中的法制 就不是我們的法制 他行蘇維埃的 你不要以為他犯規 蘇維埃 一切權力是集權的 也就是說 人大本身是一個主權機構 主權機構是沒有東西可以限制的 包括他自己在內 所以主權機構是可以改主權機構自己的意志 包括憲法都可以改 改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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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很多次 改過了 改了四次 有七度改了 所以說清楚一點 四項堅持原則就是加入去的 831不是不能改 831是人大自己可以改 所以現在聽到胡官提出爭取人大改831 人大常委都可以改 因為他覺得自己錯就改 他的版本是什麼 他改了之後也要人大通過 所以人大最後那個 喂 給我講 他的版本是什麼呢 胡官的版本就說 如果他當選 他就會 啟動 啟動重新的諮詢 得到一個方案 一個香港人的方案 認同的 再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了 就批上去 就說麻煩你看看這份 港人議員 那就是他要改五部曲 是啊 改了五部曲 改了五部曲 你不能不改 你要改五部曲 他要講清楚 Queenie Ho剛剛就說 831可以改 大公報有說 都不用大公報說 都說法制本身是蘇維埃 容許這個主權 在另一個國家 可能用憲法政法庭來處理 但是中國是不用的 中國是有這個權 但是法院不能做 法院是沒有獨立的 說明 是人大才行 中國有行政訴訟法 包括人大也是對象 人大又不是對象 所以法院尋求 不是人大那些就可以行政訴訟 你不能夠高過主權機構 就不簡單 總之主權機構 大了 他那個是很柔性的憲法 喜歡怎樣操元禁扁都可以 只要有權 想他怎樣 他那個是一切權力歸人民代表大會 是一切權力歸人民代表大會 這個是俄國革命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這叫蘇維埃 正正叫蘇維埃 不是叫大陸化 大家不要誤會 所以梁議員是看得很準確的 所以胡官的理解都沒有錯 問題是只有她說過 其他人不敢說 胡官指名道姓西環去干預香港 那就是22條 其他三個都沒有說過 所以不是抬不抬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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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所以梁議員留意到 胡蘇薯粉是否買這個 其實他是不打算改革心一 很大分別 他現在又改了 他經常改了 二點沒有 他就說我沒有信心做 其實他那個也是很笨的 這個23條就說 我給了你一個白子草案 英國人有六百藍 先出六皮書就諮詢 諮詢完之後寫一個白皮書 綜合意見的白皮書 白皮書又再搞 然後出藍子草案就結束了 這樣 給多一層白子是沒有意思的 而且二十三條是無險可守的 二十三條不是要三分二的 是直數的 因為政府法案不是分組點票 所以二十三條是隨時通過的 是 撐不了 因為共產黨做了一個制度 要三分二 所以政改就撐得住 只要泛民超過三分一就搞定了 否決決 二十三條是無險可守的 他一拿來 一過了白子草案 再藍子 接著就來了 因為他現在四十比三十 他簡單多數 是贏的 政府法案 這是穩笨的 給你白子草案 豈然殘喘 即是回到零三 八三一還搞 就是說 我會找到香港人共識才做 沒有共識我不做 那就是八三一繼續 因為一定沒有共識 是啊 就不簡單 我就是想聽你評論一下其他的參選人 剛才他的經濟力跟他完全不同 他是滴漏原理的 就是說 另有錢人賺很多的錢 然後好像精露教育一樣 滴兩滴下來 他說是減稅 他好像是雷進稅 他那句話是解不了的 你這樣讀下去是解不了的 他會實行負稅制 然後雷進利得稅 去減輕中小企的負擔 以我粗錢的理解 我幫他解讀就是 負稅制 就是資家學派提出來的 就是說 如果你拿不到交稅之前 你剛剛夠交稅 例如你八萬元就要交稅 你找到七萬 我會比較八萬元 但是問題就是 他的說法就是 那些福利你自己照顧 因為你已經 即是說 用錢來代替福利 你買了你的福利權 當然他不會一次過減 慢慢減 這個我不贊成 我覺得 付稅制是可以的 但是福利不應該減 即不是一個土價還價的 第二 加雷進利得稅 這個中小企是什麼 可能是加1-2%的雷進利得稅 令中小企的免稅額更多 或者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他的說法就是 對窮人用付稅制 把福利縮減 其實現在政府很流行這樣做 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譬如現在老人院 不用了 我現在 賣位給你 我做一些甲一 甲一 軟石 我給你一些津貼 你自己四四六拆掉它 你喜歡住哪裡都可以 甲一又可以 甲二又可以 好了 這個 這個經濟主張 其實沒有新意 沒有新意 第二 他和我正是不同的 我認為要解決 老人家就要做這個 全民退休保障 他就說不用的 跟林鄭一樣 林鄭 就是不做的 他就說沒有錢做的 我為什麼知道 我拉布的時候 我說要做一個 全民退休保障的基金 去解決那個 隨收隨資的問題 因為 起頭最難就是 一代人工錢 那些沒有工過 那些要給 政府要有基金 去解決 一代人給兩代人的問題 過渡問題 是的 他就說 不是 我們有個未來基金 未來是什麼 他又是跟老人家出發 我們的老人家 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對GDP沒有貢獻 所以可能我們的GDP 不增長 我們的稅務 我們不夠錢 我們就不夠錢 去建築資材 所以我們留定錢 去建築資材 他就有個未來基金 就把賣地收入的土地基金 拿出來 然後在每年的賣地收入 那裡又分一部分 他就做了個未來基金 持動波 不受監控的了 是的 現在他又回頭了 就說 這些不只要來建大白帳 有需要都可以拿出來用 有需要 其實你說他不走程序正義 你說林鄭 他不是一樣 三跑的時候 他就玩財技 繞過了立法會 是不是 這個匯豐說 我不會借錢給你 那他就說 顧工就是在世紀講那麼遠 不是 我說兩個人 顧工就是林鄭我 曾俊華 一樣是這樣 他繞過 那裡是1451億的 大哥 現在就說 收機場費 加 機管局自己發債 自己發債 喂哥 他不是繞過嗎 我們都批 如果你說那裡35億 林鄭那裡是世紀 是不是 他在機管局那裡 這樣也繞過 那是獨立機構 那你說 阿John真就說 我很守規矩 那你相信就相信 所以不是Lesser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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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單 每年 我們有幾百億營餌 退差響 退稅 有錢人 退差響 都是以百億計的 比窮人以十億計的 今年連公屋免終一個月都說沒有 那繼續退差響 那你說 他跟我是不是十贏九仇 是不是 其實 所以我就是不明白 你沒理由就票投林鄭 聽眾現在很鼓掃 很想聽你說林鄭 那葉劉就 我兩天沒有說票投林鄭 林鄭就雖然沒有人有 他否決這個 這個全民退了保障 這個政改 屈香港人 我去示威 你們去了哪裡 你有去示威嗎 我有去示威嗎 他想派飯去 他在後門去 這個佔領劇監 我說林鄭去演講 他在台上 我把你放出來 什麼事 聶德權說的時候 我又在鄉 聶德權 我又鄉 石永泰我又鄉 嗯 擱下的最久就是他 嗯 是不是 我擱他台 那大家在哪裡 那時候就是剛剛他就里 要在立法會 動議那一個 政改報告了 那大家在哪裡 大家那時候有沒有去 有沒有鬼殺那麼吵? 阿哥 阿哥我們知道你很厲害 我們不明白 四十年餘一天都是 我就是這樣 被判了七日監 現在何柱國還有一條稅要我找 說我搗亂了他的事情 要賠 要賠 他現在說暫時不公開 阿哥講話講道理講個事實 說我幫他 他為了告我 記不記得我搶馬兆祥那份檔案 從嚴處理 梁靖就說不肯答有沒有做決定 林鄭說回答馬兆祥的 阿哥 不是很久 只是十一月 那些人是很主觀地覺得 你不撐莊僧就是幫林鄭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很簡單 因為泛民說明撐莊珍 我就解釋莊珍衰 你都不撐 林鄭我何必解釋她衰 所有人都說她衰 那些人有病嗎? 哈哈哈哈 那我又 簡單 有人說 江澤民是好人 李鵬是壞人 那我當然說江澤民也是壞人 我不用理李鵬 李鵬告眾人都說他是壞人 我重新說 我罵莊珍的事 林鄭是一樣 或者更加多的 得未? 那為什麼你叫胡國興收皮 你都沒有回答我 那我就說了我不相信她 但你不相信她 你有沒有聽她說過 因為她不是搞政治的人 但政治做人忽然 忽然關心政治 忽然站出來 你給個機會信一下 看多一點才行嗎? 現在不能選擇了 我也不能選擇 民主黨說了分票 但現在如果要你選擇 你怎麼選擇 我用一個理論 就是 如果任何人令莊珍不當選 都是罪人 胡國興當然是 因為只有她才能解票 其實你罵錯了人 大家都 因為她有機會進另一個洞 如果民主黨已經說了 會有分票 公民黨不是民主黨 公民黨全力支持她 她是法官 雷霆救兵 你是不是去罵公民黨 支持胡國興 為什麼要罵我呢 是現在胡國興 如果拿到提名 才會威脅到莊珍 但敵人的敵人 應該是我們的朋友 他沒有說是敵人 敵人的敵人 可以是另一個敵人 我知道 我明白 但一般的理解 敵人的敵人 是我們的朋友 莊珍的敵人 我不說了 有 林鄭 是不是莊珍 如果大家真的用你的思考 去想 現在就要開始 斷圍罵胡國興 因為她真的是 這個potential 是介入胡蘇仔 對 我不是那個思維 剛才在問這個 反對派將來的定位 其中一件事 是梁議員說的 就是 我經常說以戰論戰 完全冷血 以戰論戰來計 就是 如果說林鄭只是改人 不改路線 但是選了進去做特首的話 相對於胡蘇仔協民以而做特首 這兩個所謂特首的強勢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如果是林鄭做特首的話 議會裡面的反對派 是有力一點的 更壯大 而如果是胡蘇仔做特首的話 議會裡面的反對勢力 沒有那麼大的 梁議員是不是這樣看 一定是 如果是民主派的大戶 給了蔡曾 那蔡曾 那蔡曾就是共主 她有民意的 我經常說以戰論戰 不是抬不抬拳的問題 我經常說那個 鬥爭後果 大家覺得 林鄭難對付 其實你覺得林鄭難對付 我覺得是胡蘇難對付很多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爭辯了 我不爭辯了 就是說 我覺得 沒有人比梁振英更壞了 古之然 你1.0都能打他 打得低於2.0 這麼害怕 喂 梁振英 太神你就害怕 梁振英 梁振英不是我們打低他 是他爺爺叫他下台 叫他先走 回去休息 上期這樣 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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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選委選舉 前夕48小時通知 又是進入他的履數 你看到的 所以當時 大家已經看到一件事 到底 問號在頭上 到底今次是換人 還是換路線 如果好像梁振英的分析 你路線是沒有轉過的 極其量的手段微調 那你這個是2.0來的 如果說上次你可以 喝得689 基本上你的強勢 反對派來計算 勝算都高一點 對林鄭 不是很簡單 你 我都講 其實我們沒得選 如果中共現在突然轉態 習近平想想 都是給我林鄭 他有足夠的票給我 如果他是撐裝真的 他明天安個屁 大家聞到 哦 習總放屁 特別臭 那就馬上轉態了 他 是吸數的 今天政協已經表台給林鄭 不是 只要 習一 再轉 政協 歸給純服 阿爺吹雞 全部跪低 西環吹雞 就半季 阿爺吹雞 就趴在那裡 五體投地 我常說大禮拜那隻 這個我也認同長毛說的 就是假設胡蘇進去 他泛民或者反對派之後 要反對他某一些政策 是比較難的 因為他道德 你怎麼反呢 你選他進去 不不不不 他又要回答 這些永遠都是一個背論 他覺得胡蘇真根本就是善政 善政不用反 善政不用反 但是如果 以林鄭這兩三個星期來的表現 包括2月14日 展示她老公那些 展示恩愛 真的假的 你會發覺這個真是 你說好打得 我真的很懷疑 是否真的這樣打得 老老實實 我們已經請了兩位 准特首候選人 被選人 但是被候選 參選人 准被候選 但是 如果接下來 會不會請到葉劉 或者林鄭上來 我就討論 我覺得兩位 這麼高貴的女士 就未必能 阿曾也不會 阿曾怎麼會走到街上 拿公民提名 他前夫後勇才去的 不是 有些打卡都可以的 但是anyway 所以如果說 阿世衛真的騙到人 他那時候就下去 怕什麼 你何希華叫我下去 就下去 你香我當你唱歌 叫他何希華 給他超級涼憤 現在又說不是 怎麼會不是 他自己親口說 現在又說梁振英有問題 那時候他的施政報告 非常滿意 在電台節目公開的 很簡單 現在一蟹不如一蟹 就是說連下去民間 拿都不用了 有人在民間跟他搭台 就說 我們仰望 看起來 以前CY 就下去下面 打地道戰 打坑道戰 你看到兩年選舉 是不同了 現在他的商會 或者在網上發表 2月14日吃晚餐的感想 已經搞定了 現在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林鄭是臨危授命 路線不變 要換人 那你覺不覺得 有機會 其實林鄭和莊曾 是兩個不同陣型的支持 在背後呢 林鄭很明顯是西環那邊的支持者 而莊曾其實就是 民主壽星 就是民主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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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救星 這個 事實就是這樣 我覺得 大家就繼續 沒有問題 因為你選擇的 最好 問題是看長遠 選舉完之後 議會還要運作 如果莊曾贏了 激進泛民就會受到圍堵 即是回到董建華執政初期 和曾蔭權執政初期 曾蔭權最討厭的是 親疏有別 初期是很高的 他開始拿了位置之後 他覺得他的支持力在那邊 倒回那邊 好像假裝中立一樣 是不是 跟大班有兩句 因為他過去做廣經的時候 認識很多民主派的人 他是做官很多年 有雙有糧 有雙有糧 後來西環說 你想清楚 誰真是支持你 那就說親疏有別 說到曾蔭權 那你怎知道何時 阿細曾也是這樣 我記得大曾 曾蔭權 第一個每年6月4日 大頭在維園外 叫曾蔭權 那個就是你 後來越喊越多 每個人都很瞎 初期沒有什麼人 沒有 現在 你叫中了 上了庭 很多阿曾的勇頓 就是細曾的勇頓 一叫長毛 就有人就糟糕了 其實 政治就是這樣一回事 大家既然現在覺得 有個聽眾 張寶成就說 我從來沒有覺得長毛 你是民主罪人 這樣 我們讀聽眾意見 還有就是 如果不叫頭白票 那直接去搶有什麼分別 不是 最主要的句話 是女王今天很迷人 不是吧 每天都這麼迷人 是不是 真的 今天才迷人 真是 跟我刪除了 他講過 長毛立刻不出聲 終於令到長毛不出聲 好難的 不是開玩笑 他幫了女王 一瓶喝光 政治就是選擇 選擇了 大家也要為那個選擇負責 鮑鮑鮑 那就不要說那個出來 被人選擇那個要負責 這是政治學的最基本 他們是 你參選 或者被參選的決定 鮑鮑鮑就說 某個候選人快點退選 長毛不能入圍 只剩下林鄭 只剩下林鄭對曾最好 那我關我什麼事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節目 我想問 你哪個位置進來聽過節目 上個禮拜有的 大家沒有看 上個禮拜有講 今集我們又講了 上次YouTube的 首先要三萬七千幾票 再加上八五票的泛民選委 根本是一個姿態來的 為什麼大家到今時今日都不明白 當然我一早都明白 但在節目裡我要中立我要問 但很明顯是一個姿態 現在胡國興就變成下一個被人罵的人 有機會 因為他真是 因為他真是 可能會 嚇壞胡蘇仔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 張梁繼和過長梯 一邊就說 三百二十幾席 每人一半百六都夠給 那出來就先投票 但是 另一邊 那不就是叫胡國興成為歷史名人 另一邊 另一邊 另一邊就說 喂不是啊 我告急我當然是合 我當然是追 喪扯 所以現在就沒有了 看看形勢如何發展 胡國興 那我覺得 胡國興真的很駕駛機會是 零票還是得票的候選人 即是入到 他現在說四票 這是提名票 提名票 他說四票 但其實凡文已經分兩個 胡蘇仔和胡國 即是胡國興入了之後 那些人怎麼投票呢 暗票就不理解了 暗票不理解了 暗票不理解了 那些人又要罵胡國興 不要投胡國興 因為你一定要扎胡蘇仔可以 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 我知道 又是跌回到這個陷阱 又要去胡官 因為你又認為 你一定要找一個公敵出來 去捧自己 撐那個 即是敵我矛盾的事情 即是幾十年遇一日 沒有的 那胡國興就可能 就剃了我了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37,000 或者找到37,000 他都不給我 那我就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了 那我就真的走得了 走得之後我無法戒票 那就埋怨下一個戒票 那現在又有人 那些博弈專家很厲害 去分一些票來給葉劉 又去戒林鄭的票 林鄭不會 真的有人這樣說 這樣說的 很厲害 怕葉劉不夠就戒不了林鄭的票 那就浪費時間 那邊的人是聽命令 戒什麼 這邊都是聽命令 現在做了一個勢 就是有莊珍就沒有其他 是不是很簡單的 大家清醒一點都不行 如果要300票投給莊珍出線 都沒有意思 即是不給別人出線 不是 即是不想給 他估計就是 林鄭很多票 跟我估計不同 中共做了決定之後 你沒有得救的 除非你說 現在暗藏二百多票 已經約了民主三百家 即是已經做了個局出來 這是約來的 現在要送貨 否則你解釋不到 是不是 那我問 那你跟誰做了決定 誰呢 現在沒有人說 沒有人出來認 沒有辦法 那我 即是我覺得 即是說到這裏 我都有點累 即是我覺得 每一次都是回答同樣的事情 有時候 因為那個碰撞 我想了多一些事情 我也很感謝大家 無論是反對的 或者是贊成我的意見 都令我想了多一些事情 這是辯論的意義 所以我們這裏 只有一人的咪 是這樣的 有機會說 有機會聽 有機會問 很重要 分分鐘 阿楊走開了才說 可能阿楊是支持葉劉 是不是 可能 你支持林鄭 可能你支持林鄭 可能她現在摸了馬桶 可能我支持 很明顯我支持誰 另外一個主持人 說不是薯粉 但擺明是薯粉 那你不要這樣鬧阿楊 他懷疑你支持 阿楊我發夢你是支持葉劉 他懷疑你支持葉劉 總聯思 如果你現在不支持 你是不是真的吐阿楊 沒有 沒有 你說他支持葉劉 沒有可能 為什麼支持葉劉 阿楊還要清醒 阿楊還要清醒 不要喝醉 這件事不能夠 阿楊反而是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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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觀眾是讚 希望阿楊多點上來講話 長期嘉賓 當然 我們的台中指 就是一人一支咪 公開平台 如果你們真的要的話 就出聲不要緊 我們再安排 再次訪問也不要緊 阿楊 我想跟那些 批評長毛 從道德角度 批評長毛 策略批評一件事 我作出一段話 可不可以讓我說完 這個 整集沒有說過十句話 因為從策略上批評長毛 不要緊 但是從道德上批評長毛 我覺得 我就不太認同 為什麼呢 長毛七五年到現在 四十幾年如一日 你看看他這麼多次選舉 為自己拉票的時間很少 很多時候為他身邊的同路人拉票 社運界互相攻擊 比對敵更厲害 但是他呢 長毛永遠遠都不會向自己陣營的人 無論受多少日攻 他都不會向自己陣營的人 我當時說是仁哥和阿 嘩 我讀過 我讀過的 不過傳媒是沒有忍的 這是卡特羅在監獄的 1954年寫的 他當然是出身 他是做律師的 在古巴的時候是上流社會的 他是這樣說的 Frankly Frankly How pleased I would be to revolutionize this country from top to bottom I am sure that all the people could be happy and for them I would be ready to incur the hatred and ill will of a few thous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some of my relatives half of my acquaintances two-thirds of my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and four-fifths of my former schoolmates 即是他是出身名校的 他本身是上流社會 我就不是 所以都不是完全準的 他的說法就是 當你要為大眾做事的時候 很多上流社會的人 就會很討厭你 就是這樣 是很多人很討厭你 不需要上流社會 不是上流社會 是中產的那些 他講了幾千人 他講了 因為他是律師 他是很出名的 學生會的領袖 所以以前跟他是朋友的人 就會罵他 你問大哥 你真的是真的 你知不知 你說要出來避選 避選舉 我不是在新聞裡看到 我第一時間收到一個訊息 人家跟我說 你出來搞局 又說你出來搞搞震 然後那個人就被我 不理睬了幾天 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他連最基本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 連最基本的 不是意識形態的爭鬥 而是你要擺明一個姿態出來 其實這個小圈子的選舉 是不公義的 你用這個去突顯 說真的 怎麼會選到 還有 曾祥姆很多 是從一個中產階級的意識 教壞小孩 反叛 那些中小企老闆 教師 或者已經是一個月 有幾萬元入息的那些中產 專業人 一提起長毛 什麼?長毛? 他們問我立法會支持誰 我說我投長毛 我的確是投長毛 過去幾屆 這屆是計錯數 幾乎害了長毛 不好意思 他們一聽到 支持長毛嗎? 長毛嗎? 他們這樣 然後就不再說下去了 他們覺得 提起他們的名字 他們都覺得 影衰他們的身份 真的 你香港這種意識 是很強的 你永遠都是少數派 真的 不要緊的 但是懂的 知道的 就會明白 反對聲音的重要性 就是你給一拳獨大 其實對任何人都不是好 除了當權者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 這麼緊張 因為有人知道是意亂自由 但是梁議員真的開口了 不好意思 他真的聽著 神機是大了 有活動 不是不想跟大家說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立刻告訴我們 我們再約 好嗎? 好 大家都有看周漢訪問了我 有機會我真的想找胡官 和長毛 互相說 不用啊 他們禮拜天在黃國 禮拜天在黃國 禮拜天在黃國 禮拜天在黃國幾點鐘 禮拜天在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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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官和毛哥會同場 今次不是你審他了 是對話 他是他審你了 大家對話 是辯論的 好嗎 時間不肯定 到時候知道再講 再發出 我們在一個台上再發出 給大家 大家支持 我不是在香港 拜拜 拜拜 好 再見 拜拜